去到我们第三条题目 就是一个identity的问题 恒等式的问题 也会提供两套方法给你做的 第一套就是我比较喜欢做的 就是做一个compare coefficients 因为左手边是应该expand了的方法 我们只不过将右手边去爆开 然后就和左手边去做一个比较 因为恒等式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无论你X时代有什么 这条式都会成立的 在一个多项式的世界 如果两条多项式是一样的 就会是一样的 唯独是所有X次方的coefficient 全部都一样 所以这个时候你恒等的关系 你逐个逐个对位就一定要等于 等到coefficient也要等于 所以第一个对元就没了解 因为1是1的 但第二个对了 -6等于2a 第三个constant term 我们会对到1等于a2加b 这个就会计得到 大家如果写箭均 要这样写 两条横线 数学是这样的 这样是不太好 如果是正式的场合 不要紧要 这些符号 大家如果大学读数学 你会认识 a就是-3 然后代表 你那个b 就应该计得是-8 a加b 应该是-11 所以我答案是 aapple 我选择大家这样去做 也是我自己去考DSE 也是会用这个做法去处理这些题目 但当然有人在坊间有另外一套 也没问题 都是做得到的 那套方法就是因为 恒等式 其实就是说 无论去代什么 它都要等于 所以X无论是代什么value 其实左边和右边都会一样 都会一样的 所以X代什么呢 这条式都要成立的 所以我们可以以X 放任何的number 例如简单来说 我们要放0 放0 我们会得出什么呢 左手边 左手边 是1字 是1字 右手边 右手边 就应该是 我不需要写左手边 左手边代言有个1字 右手边代言 就要是a square加b a square加b 可以吗 可以吗 没有问题 但代言的时候 小心一点 因为你代了数的时候 这个就不再是恒等式 就要等于 不要写三画 可以吗 然后 放另一个number X可能是 一字 这样 一字 如果X放了一字 左手边 按一按 先 1的square 減6 乘1 加1 那就应该是-4 那这里就是1 加a的square 加b 那你为什么这样做呢 其实这条题目的好处不大 所以我经常说 我喜欢左手边 因为一爆开就看得到 那你右手边 喜欢代数的朋友 你要小心一点 有时你代用的数 那件事是未必容易做的 当然有时是容易 所以要看情况 可以吗 看情况的 那你说这样做下去 还能不能做到呢 做到的 不过你发觉这个过程都蛮复杂的 就是1加2a 再加a square加b 那你会发现 因为a square加b 在这里 但是刚才 代X等于0的时候 我告诉你 a square加b是1 所以你可以把一盒的东西 代回来 但是你要有个能力 就是代的时候 不要只代a代b 你整个东西 整个绿色框架代下去 可以吗 可以吗 所以这个位置 就会变成1加2a加1 那你就会计得a 那同样地 你应该计得a 就会是-4-1-1 再除2 那就计得-3 那你将这件事 又是代回来 你都计得b是-8的 所以这条题目 都是打横是a的 不过你会发觉 计算的过程 可能有时会繁复了 method 2 有时会帮得到你快手计完的 如果这条题目出得漂亮仔的话 而你又懂得代数的话 那暂时今次的机会就没有的 今次这条题目出得挺难 还有那个代数呢 我们都不太有能力处理得到 那所以我都prefer大家 行一个比较大路一点的做法 就是method 1 method 2 你就要用一用脑筋 有时你快个人 有时你慢个人 那你自己去决定啦